气喘吁吁地爬了三层木楼梯 杜明飞带着她的队伍率先抵达了云楼的顶层 赵金伦和神柳 月成天也随后抵达 六个人一边喘气一边用不可思议的目光打亮着大厅中央 五个身着奇异服装的人正在厅中 或站或坐或颜面微笑或神情严肃 为首的一位老伯须发揭白 正一手持轮一手持善 坐在一把太师椅上笑盈盈地望着杜明飞 老伯的身边有两个穿着长裙的女子 一青一白 美丽动人 另外两人都是风神俊朗的青年男子 一个发色火红 体格健壮 另一个面色冷俊 身形飘逸 这 这就是什么呀 林语言从身后轻轻戳了戳杜明飞的背 守 守护神 杜明飞皱起眉头 正在思索 眼角的余光却飘到了月成天的队伍 只见三人胸有成竹地低声商议着什么 过了数秒 短发姑娘神柳站了出来 静止走到了那位白衣女子的面前 我们队选择雪神 名字定为白雪队 神柳转过头看了杜明飞一眼 露出自信的笑容 是神话中的天神星象 我怎么没想到呢 杜明飞不由地懊恼起来 白雪队的仙声夺人也同时提醒了张小涵和林语言 这五位正是大家曾经在《幼学穷林》中读到过的神奇 风神鸡伯 在中国 最早的风神被称为鸡星或鸡伯 也有人认为一种露身雀头的神秘怪兽飞帘是掌管风的神奇 汉朝以后 飞帘与鸡伯逐渐融合 并由民间人格化 形成了白虚老翁 左手持轮 右手煞 若扇轮状的固定形象 雷神 虚火 虚火是天庭雷布中掌管雷火的神奇 相传他神威极大 能除妖降魔 翻天倒海 他还有一位工作伙伴 名叫谢仙 汉族神话中 清女是清宵玉女 乃主管双将的女神 淮男子中曾说 至秋三月 清女乃出 已降双雪 在后世 清女还能戒指双雪 同时也成为了白发的比喻词 血神藤六 周朝时 一位小国国君藤文公去世后 天降大雪 葬礼无法举行 人们便相信 此人是雪神 可以通过降雪改变藏期 同时 因为雪花是六角形 故又叫其藤六 在后世传说中 藤六演变出了多种多样的性别和形象 云神 风龙 风龙又名云中君 在去园的九哥离骚中均有出境 是云神 不过 风龙在古代典籍中并不止这一个身份 郭蒲驻 山海经 海外东经 称他为雨诗 伟昭驻 史记 司马相如列传 称他为雷诗 而在吕巷驻 洛神赋中 他又摇身一变 成为了风诗 小测试 热爱国学的小读者们肯定知道 古代的神奇当然不止这几位了 那么你们还知道哪些古代传说中的神奇呢 动手查找资料 写出至少三位古代神奇的职位和资料 并试着为他们画张肖像吧 看来看去 觉得雪参姐姐最温柔美丽 可是被他们抢先了 林语言嘟起嘴 要不我们选雷神吧 不要不要 她看上去脾气一点都不好 杜明飞摆摆手 又仔细打量着几位守护神 眼睛滴溜溜一转 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诶 风神鸡脖怎么样 她看上去年龄不小 阅历一定也很深 说不定能在后面 给我们带来不少帮助呢 两位队友都点了点头 杜明飞快步走到 为首的老伯面前 高声喊道 我们选择风神 队名是清风队 她的话音刚落 厅中圆桌上的一个 精美的木盒子 咔哒一声就打开了 静静躺在里面的是两个姓风 笑呵呵的鸡脖 与温柔美丽的藤六 缓缓上前 一人拿起一个 递到了两个队的队长面前 姓风的封面上 写着第二个任务 破解地图密码 密码 什么密码 杜明飞不解地望着姬脖 只有说出正确的密码 才能打开这封信 得到关键的地图 至于地图是用来做什么吗 鸡脖晃了晃手中的扇子 买个关子好了 记住 密码是一个成语 既要包含天使 也要指名还语 林语言和张小涵 皱起了眉头 杜明飞抓耳挠腮 半晌 突然望着鸡脖问道 老爷爷 您是我们的守护神啊 这种时候 您还不出手吗 鸡脖瞪大了眼睛 连连摆手 当然不行了 你知道 守护神的全称吗 是 需要被认真守护的神灵哦 所以 应该是你们守护我才对 杜明飞听后 差点背过气去 远远瞥见白雪队的三人 赵金伦竟然已经开始 在信封上书写密码了 到底什么叫包含天使 指名还语啊 鸡脖摇了摇扇子 哎呀 这个问题简单 不就是天文地理吗 天文地理 我知道了 杜明飞拿过桌子上的笔 在信封上写下了 吴牛船月四个字 鸡脖您看 这个成语是否包含了 天文地理两个因素 鸡脖连连点头 笑着为杜明飞 拆开了信封 另一边 雪神藤六 拿起信封 向鸡脖展示了白雪队的答案 鼠犬废日 两个队伍的答案 还真是天生一对啊 哈哈 applause Zoe 噓 让 you 。 你 咱 断 妹 咱 咱